武汉大学人民医院8月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全球首科健康研究领域专用摇杆卫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健康号医学摇杆卫星 落加4号01星已进入立项研发阶段 预计2023年8月出厂10月前发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健康号医学摇杆卫星 已进入立项研发阶段 该卫星是全球首个摇杆应用于健康研究领域的专用 健康摇杆卫星 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学摇杆信息研究院 高质量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 据介绍该卫星设计载贺重约50千克 装备可见光高光谱相机紫外相机等 兼具高光谱 微光紫外等多模式 将重点围绕中国 兼顾周边国家 探测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因子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健康号医学摇杆卫星 将应用于探测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因子 服务于团软病溯源 地方性疾病的分析 健康长寿病子的监测 灾后疫情的防控 公共疾病传播预防 等医学摇杆应用领域 同时 深度融合 摇杆观测 信息挖掘 医学诊弹 疾病防控 时工分析 我们学个前沿 为人民健康保药和忙 据悉 在地球观测组织定义的 摇杆服务社会的九大应用中 目前唯独缺失针对健康环境因子 监测的专用摇杆卫星 今年4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与武汉大学测绘摇杆信息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达成战略合作 联合成立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医学摇杆信息研究院 将摇杆与医学融合 研制全球首科摇杆加健康专用卫星 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医学摇杆信息研究院院长龚建雅介绍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健康号 医学摇杆卫星 落加4号01星 将研制多传感器载荷卫星平台 将针对影响人类健康的水土气环境要素 探测设计载荷与选择波段 提升全球健康研究领域 摇杆监测能力 将把健康人口和环境数据联系起来 开展医学摇杆应用示范 这个卫星发射出来以后 全国和全球的科学家都可以来用 他们特别是一些 这个研究比较深入的 对哪一些环境参数 有很深入的研究 认为了我们现有的这个卫星影像 都不能满足要求 那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卫星 这个设计 你所需要的波段 然后对这个地方来进行观测 这样的话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感谢观看